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9月10日 今天是星期六 我們這一節繼續跟大家揭露 香港的商界開始跟港共政府的矛盾越來越大 我們也知道 就是田北辰 昨天 Tony也跟大家做了特發新聞 這一節我們想跟大家繼續分析 田氏家族兩兄弟 當然 田氏家族不只是代表了商界 但是 田北辰 和田北俊 兩兄弟 都各自地 在這個時候 出來 表達了 對香港現在的不滿 再加上昨天我們跟大家說的 吳剛正 九龍倉 出來 就是炮轟 炮轟 就是港共政府 從種種跡象體上來 從原本我們純粹分析他們之間的矛盾 再到現在他們的矛盾 正式開始爆發 我們清楚看到 香港 傳統商界的力量 在那個政治鬥爭 在2019年 尤其是2019年之後 可以說得上是徹底 被土共 在香港的共產黨 徹底鬥倒了 所以 2019年之後 鬥倒了不單只是香港人 不單只是爭取自由的人 還有 是香港傳統的力量 所以 又回到一個最根本 大家所說的話 為甚麼你們 不是站在香港人的身邊呢 當初 香港人 跟你爭取的目標 可能不是完全一致 但是 純亡此看 當日 你不是站在香港人的身邊 任意站在共產黨的身邊 讓共產黨和這群 土共 積極分子 積極分子 就是 上面沒有人叫你這樣做 但是他們出來很積極 就是搞政治 目的為了自己上位的人 結果 商界在附和這一群 搞政治的積極分子 結果今天他們來剝奪你的權力 當你想反對的時候 已經太遲了 坦白說我也不覺得他們能夠 有一個 非常之有力的反撲 我們這一節再繼續 跟大家分析 從田北辰 和田北俊 兩個商界代表 現在目前對於 港共政府 尤其是勞重貿 的不滿 我們一起分析他們之間的矛盾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 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升旗易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升旗易新聞集團 我們希望大家 經濟能力許可的 希望大家繼續訂閱我們的Patreon 支持我們 其他所有的朋友 你訂閱了Patreon 也好 希望大家 全體一起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我們就繼續答應大家 每日都跟大家做很多 不同的分析 大家應該也知道 大致上的內容 填北辰 在這個 就是立法會 當然這個是藝立法會 昨天 有些五毛藍絲 看到英女皇逝世 出來問 英國皇室有甚麼用的 當然 一時間 很難回答到你 但是他們的論點 不外乎就是告訴你 英國皇室是沒有用的 所以 存在和不存在都沒有問題 先跟他研究英國皇室有甚麼用途 不如我問你 你那個假立法會有甚麼用途 你裏面真的是有意識的嗎 市民不同意 你也可以通過的 你那個組織本身整個都沒有意思的 與民為敵的機構 關於皇室的用途 我們遲些才去討論 嚴格來說 皇室的用途是很難討論的 因為整個政治制度 跟我們根本就不相同 我們稍後有一節 去討論這個所謂英女皇 vs習近平 我們跟大家一起討論 本身 是皇帝的人 以及想做皇帝的人 我們看看田北辰 為甚麼會那麼憤怒呢 最根本原因 不是跟張宇人吵不吵架的問題 而是 這個 是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 難得有機會 捉住這個 就是醫衛局局長 盧寵某 可以捉住他 是時候質問 偏偏 就是委員會主席張宇人 不斷消耗了 田北辰的時間 令到 田北辰相當憤怒 歸根究底 為甚麼 事務委員會裏面 要抽這個時間 去對準盧寵某呢 當然是因為盧寵某 現在根本不是在做任何防疫 實際上 一再拖延 香港根本可以對外通關 偏偏 盧寵某 就是土共上身 我已經跟大家分析過很多次了 這些人 根本不是甚麼醫生 這些人 就是能夠獲得權力 他們感到異常興奮 他們最大的興奮 就是 獲得公權力本身 獲得了公權力之後 他們一定 就是要用這些權力去整理其他人 所以 共產黨為甚麼永遠 都是失敗的最根本原因 就是一大群人擁有無償的權力 他們的無償權力 就是來自於 獨裁的共產黨對人民的管制 一群人 管了人之後 就會上癮 然後就不願意交回權力出來 因為 你是沒有任何的發言權 因為你沒有民主制度 所以 所謂領導人都在做類似的事情 最簡單的就是習近平 這群土共積極份子 本身他們不是做生意的 這就是他們 心目中想做的事情 他們一早想對付你們很久了 難得現在有權力的是我 你做不到生意 你虧錢 弄死那些商家 在他們心目中一直都想做的事 那麽他們 現在就很興奮 借助一個所謂防疫 的藉口 很容易 多一千幾百單 數字還要去計算的 夠高的時候就可以 繼續封鎖香港 不讓你 對外通商 你算一下那些商家 每一天虧多少錢 為什麽 九龍倉 這個吳光正也要出來說話 你看一下 租金跌了多少你就知道 你看看海港城 大商場 IFC 跌了多少 租金 你就知道 而他們 清楚看到 你 封不封鎖外地的航班 來到香港的限制 對於香港的所謂疫情 根本就無關重要的 其實 現在說得難聽一點 香港也跟病毒共存 你甚麼時候下去 共赴王全職勞 你自己說的嘛 病毒你也清不了零 現在又回去 林鄭的動態清零 其實現在 總之 他就要清 清又清不了 共存 又說要清 結果被人問多幾問 就說不是要追求的數字是零 然後 總之時有時沒有 總之 又不是要清零 又不是動態清零 總之 就是不准對外通關 當然附帶的理由就是要不讓香港人飛去英國 實際上又不是飛不了 只不過 飛到過去就變得非常麻煩 他們這群土共積極分子 非常享受對付 商家的利益 所以這群商家終於發現 根本由始至終 我們說了三年 跟反對派一些關係都沒有 普通市民 爭取 基本的自由 很可惜他們 絕對 永遠都選擇站在權力的一邊 到他們現在 自己的利益 直接受到損害了 而且還要損害了 不止一段 短的時間 似乎他們打算 繼續下去 可能就要多 幾年 繼續維持這樣的狀態 香港真的是吃谷種了 有很多人也會誤解了 覺得香港的樓價那麼貴 那些人有很多物業 所以就是 有很多錢 其實大家就誤解了 商場的租金 以及物業的租金 就是因為所有人一起看好這個地方 覺得這個地方 經濟蓬勃 有生意做 他才會 繼續投資下來 所以使得這個地方的樓價才能夠高企 如果這個地方 長期 那個經濟 陷入癱瘓 再長遠一點來說 這個地方就會失去了做生意的價值 當 這個地方 失去了做生意的價值 你估計那些磚頭 還能不能憑空 賣到那麼貴呢 所以你可以算得到 絕對是一個傷失的情況 你失去了生意 失去了經濟 還失去了樓價 而那樣東西失去了之後 永遠拿不到回來 所以 一大群香港商家 大MASA 他們在香港 原本是一個金庫來的 這個金庫 正在被人慢慢奪去 慢慢剝奪你 內地就是這樣做 你看到習近平的所謂清零政策 就是 現在不是清零 正在清那個 武漢肺炎病毒 現在是在清理所有 跟他不同意見的人的所有的經濟利益 以及經濟活動 田北辰 繼續留在香港的這個所謂政界 跟田北俊就不一樣了 田北俊 甚至乎 在自由黨被人趕了出來 所以 田北俊 飛去英國是一個很大的啟示 大家都知道 政治一定不正確的 你飛去英國 還要大讚 英國的地鐵 伊麗沙伯線 伊麗沙伯線 昨天補充一點資料 說起英女王命名 除了女王 之外 其實 就是伊麗沙伯大廈 醫館 所有用Elisabeth 這個字全部都是英女王的名字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實他們現在真的忍不住了 他們也知道 他們堂堂商界 個個都是少爺來的 家財萬貫 怎麼可以容忍一個 這樣的垃圾醫生 出來做醫衛局 然後 拿著雞毛當令箭 然後 就是憑一個這樣的積極分子 喜歡跟大學生吵架 插水 的一個這樣的垃圾醫生 現在被一個這樣的人 消滅他們的利益 你說他們慶不慶呢 我們今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